妹子砸断大腿 帅哥拍别脑袋 究竟什么事情逼他们做到这种地步 原来一年一度的挨饿比赛将要开始 他们会在每个地方超取两个人 除了残疾人 所有不满18岁的人全都逃不掉 包括哈利波特 这里的食物极其匮乏 一根骨头两个人抢 饿及了磨点粑粑 直接生肯胳膊 就连仅剩的奶牛都已经超复合产奶 为了吃上食物 孩子们不得不参加这场挨饿游戏 而参加游戏的所有人 最后只能活下来一个 游戏的发起人是白毛狮王 十岁是因为护食 开枪打死了保姆 二十岁是为了两瓶汽水 杀死了好兄弟 现在三十岁的他已经达到人生巅峰 美女美酒应有尽有 日子过得索然无味 为了追求刺激 他开示了一年一度的挨饿游戏 并准备了分后的奖励 最后获胜的人 可以得到一份82年的老活腿 一张商品八折优惠券 还有这个被他咬了一口的烟黄瓜 看到奖品如此分后 底下的人们开始骚动 这郑重白毛狮王的下怀 选拔正式开始 游戏人选通过抽签决定 很快便诞生了一位幸运儿 阿花听到不是自己高兴的手舞足蹈 异常兴奋 因为这是他18岁的最后一年 以后再也不用被迫参加这个变态游戏 而一旁的妹妹却面露苦涩 因为那个幸运儿就是他 看着妹妹可怜巴巴的眼神 阿花于心不忍 于是自告奋勇地顶替了妹妹的位子 可她前脚刚走 阿花还没再震惊恢复过来 主持人又准备再抽取一名男性 就在这时 小帅站了出来 他要自愿参加这场比赛 因为阿花是他的安恋对象 他要趁着这个机会和阿花在一起 阿花对他也是印象深刻 而阿花其实有男朋友 但他并不能陪阿花一起参加比赛 因为他还有一位尸骨未寒的奶奶需要照顾 人员选定后 台下的人们也都给他俩送上了祝福 就这样两人被送上了车 临走时阿花拜托男友好好照顾自己的妹妹 男友也发誓要照顾她一生一世 紧接着 阿花被送上了赛场 所有人围成一圈 而中间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武器 他们要做的 就是全部杀死对方 目光死死盯着中间的武器 如果不遵守规则 提前行动 下场就像他俩一样 被炸得连扎都不剩 屏幕前的权贵们 看得是热血沸腾 倒计时结束 为了不浪费子弹 台盘率先干掉一个 众人争先恐后冲了过去 没拿到武器直接上手扭断别人脖子 拿到武器的开始大杀特杀 为了营造血腥氛围 主持人还让Siri加上了特效 小帅看到这一幕 更是吓出了激将 联盟好跑 此时的阿花看上了 地上的白宝书包 趁机拿下书包撒腿就跑 身后的摄影师 也跟不上他的步伐 就在他要跑出比赛范围时 为了把阿花逼回比赛场地 主持人还放出了流行雨 对他驱赶 大火很快蔓延了整个森林 阿花赶紧打开背包 从里面掏出一把灭火器 足足喷了五个小时 才将大火扑灭 就在阿花收拾好包包 准备走人时 一只愤怒的小扭冲了过来 紧接着一个西瓜 当头砸下 阿花不慌不慢 拿出四十米长刀 当场变成水果忍者 一顿操作下来差点满分 但没想到竟然 还有一只漏网之果 那成子还不知好歹地嘲笑阿花 结果被阿花一脚踩得稀巴烂 就在这时阿花听到了敌人的声音 他立马爬上大树躲避追击 但没想到很快便被发现 男人拿起长毛就扎了过去 但没想到这东西会回旋 队友当场领了盒饭 没办法的几人只好原地休息 准备守株待兔 就在这时 阿花看到了对面树上的小女孩 小女孩示意她可以利用头顶的马蜂窝 阿花立马明白 就在她将马蜂窝锯下来时 好巧不巧地砸在了自己头上 紧接着从树上掉了下来 当场砸死一人 剩下的两人眼看情况不对 立马逃离现场 此时的阿花被马蜂遮得满脸是包 已经出现了幻觉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 变得通体发蓝 现在的她成为了阿凡花 并看到了一个阿凡达男人向她走来 此时天上也出现了灵魂大树的种子 此情此景 男人拿起小辫子 就与阿凡花结合起来 就在阿凡花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时 男人几个大耳花的将她打醒 仔细一看男人变成了小女孩 就在这时 逃跑的男人带领大批人马再次出现 面对这群歪瓜裂藏 阿花很快发现了他们的弱点 阿花抓住机会 三拳两脚解决一众小楼了 还没来得及休息 男人拿头突然出现 就在千军以法之际 裁判吹起口哨 中场休息 阿花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热爱 节目组为此还给她弄了手办 阿花排水飞 踢去衫 中场休息结束 两人又摆回了原来的姿势 就在男人要动手时 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 一脚将她打断救下阿花 气急败坏的男人将女孩抱起 一脚踢飞 撞在了树上昏死过去 阿花趁机拿起弓箭 朝着男人射了过去 但没想到却被她轻松躲过 弓箭刚好射中 后面正叫江南斯戴尔的鸟叔 男人眼看情况不妙 立马逃跑 阿花赶紧查看女孩的伤势 这时一阵歌声传入耳边 等阿花再次查看时 女孩已经驾客西去 就在这时白毛狮王突然改变了规则 现在由一人获胜改为了两人 阿花赶紧去寻找小帅 在她的完美伪装下 就连阿花也没有发现 现在的小帅已经身负重伤 于是两人找了一个山洞 山洞里 小帅对阿花疯狂暗示 为了更好的节目效果 举办方对阿花威逼利用 于是 孤男寡女 黑灯瞎火 他们上演了一场大戏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个摄像头正转过着这一切 另一边的男友全程目睹 为了看得更清楚 观众们还都戴上了3D眼镜 男友忍无可忍 转身跑了出去 紧接着阿花和小帅 迎来了最终的决战 只要干掉眼前的男人 他们就会取得胜利 但节目组为了让决战更精彩 直接请来了赶死队 就在他们准备开枪时 却突然被人从背后偷袭 原来是男友及时赶到 看了夜晚上直播的他 专程赶来和女友分手 男友刚走 阿花一转头 看到了小帅被男人劫持 阿花二话不说 拿出万年老油条就射了出去 男人直接命丧当场 游戏终于结束 还没等他俩来得及高兴 节目组突然又改变了规则 现在他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就在两人不知所措时 小帅突然记上心头 他告诉阿花 如果他们两个一起自杀 那么举办方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阿花也欣然同意 小帅直接拿出一把毒果子 准备炫情 没想到 最后的圣者终于诞生 屏幕前的观众 再次向他送出祝福 阿花优异的表现 引起了复仇者联盟的关注 他们专程赶来准备 邀请阿花加入其中 最后阿花同意加入 局长也是乐开了花 就在几人准备前去庆祝时 至此 复连剧中 这部电影恶搞了 哈利波尔特 阿凡达 复仇者联盟等等 众多角色 屋里头的剧情 也是充满了欢乐 保证你看完忘记原版是啥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